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新四军追查下来 那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损失一定会有大小 那就看他们抓卧底的本事了嘛 我们现在就先静观其变 因实力道吧 你提醒的好 你我都在考虑考虑 张政委吗 是方司令 张政委 方司令 我来接你啊 谢谢 张政委 那个奸细抓住了 已经扣在司令部 就问方司令的大名 真是名不虚传啊 张政委过奖了 大家都回去吧 刚才是一场误会 辛苦了啊 是 我在好几个根据地干过 方司令 就说咱们这个根据地的效率高啊 这么快就把奸细给抓住了 张政委啊 他不是什么奸细 他是咱们军区的干部 从顽固派那跑回来的 咱们军区侦察科有个副科长潜伏外露逃跑了 还打死我们的人 我下令 追捕的时候可以开枪 正好感受咱们的干部往回跑 明明预见了 就开枪了 这小子鲁啊 又急着向我汇报 他对新四军下手这么狠 真是咱们自己人 是啊 他九死一生地跑回来 还请张政委多原谅啊 自己同志嘛 一场误会 请请请 好 张政委啊 你远道而来 也没有什么给你接风的 只有地瓜干 这里的地瓜干啊 很有名啊 方司令 你真是太客气了 不过我还真有点饿了 张政委 来来来 坐坐坐 来人 把地瓜干拿来 司令员 出道宽同志都拿走了 这道宽同志都拿走了 这道宽啊 你在抢劫呀 这道宽呢 你在抢劫呀 兔崽子 这连我那都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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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少啊 赤道宽打扫战场太彻底了 把房眼下晾的都拿走了 你不会把他撵走啊 可是他说是您的命令 这个兔崽子啊 算了 算了 郑伟呀 真是对不住了 我也让部下给打吐好了 实在是不能让你吃得过瘾了 这个同志斗争很彻底呀 来人 把车道坊给我抓回来 地瓜杆也给我抢回来 方司令 算了 算了 郑伟呀 你说他一天抢了两个领导 你不给他点厉害行吗 抢我满了那个 就是这个魂桥 方司令 在部队干这么多年 我知道一个规律 凡是能闹的 大喜障碍 都错不了 但是我不明白 他是金士军 为什么连金士军都打呀 郑伟呀 这里边呢 牵扯到顽固派的一个破坏计划 车道宽呢 怕误事 他着急呀 说到底 我也有责任了 我向你道歉了 让你刚一到根据地 就留下这么个印象 实在是对不起呀 你刚才说 顽固派有个阴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最近呢 我们最近呢 接受了 汪伟反正的一个团 可是有情报说呢 顽固派在这里边安插了卧底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 有眉目吗 还没有 没关系 强调出现在 小兽 我才就只能给你 你这些人 只是认定 有卧底和卧底的人数 有多少 四个 这些顽固派和鬼子一样 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这些死不该毁的顽固派 我们丝毫不能受认 是啊 郑伟 这件事呢 等我们查出了眉目 我再详细的向你通报 你刚来 我又要去延安了 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 时间紧 我希望你能尽快的 熟悉这里的情况 黄司令 我听你的 梅小林 没有人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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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让我躲着 门 白小脸 白小脸 说 为什么老躲着我 白小脸 方司令员告诉我你还活着 你知道我多高兴 我知道 你受了很多的苦 你看 司令员那家存货 全让我给拿回来了 我不想见你 你走吧 为什么 你 放心吧 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我娶你 我现在就娶你 让司令员给咱们当没人 走 杀魂 你混蛋 我不要你可怜我 我也是死过一回来的妈 是你告诉我 死我没那么可怕 大家都让我好好活着 好 现在你回来了 那我就好好活给你看 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 你带我上战场 为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把自己 看作是个女人了 但我知道 我还是个战士 是战士就要有尊严地活着 现在大家加倍地关心我爱护 他们越这样 越让我觉得 我现在就已经是个新四军的雷队了 一个大雷队 不不不 你不是雷队 你是英雄 不是雷队 那自己是高丁的雷队 我在TV举 Kings 知名并都九倍运 大雷队 这可能就是我的你吧 我是国外 也没有 远邀 这部分 你 Value 你不是说我是英雄吗 那你就成全我 让我把英雄做到底 好吗 你带着我上战场 给我最艰巨的任务 堂地雷加点我 等子弹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在战场上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想 因为我必须得给自己找一个 活下去的理由 四中原 我来了 见到白晓菱了 我踢出来要娶她 她不干 她让我带她上战场 她想战死沙场 不行 白晓菱绝对不能上战场 绝对不能再让她有任何危险了 她的心我懂 不及其他女生 是一位 他说的 我的小姐 是 他也不许 你 你 你 我要带他 完成一项任务 真就不行 进入一战 三十一团的军官 死得也差不多了 剩下那几个都在明面上 我想郝俊杰 如果要派卧底的话 不应该只派军官 而士兵呢 更好隐蔽 所以我想 在三十一团 当一名士兵 成天跟他们混在一起 也许能查出点眉目了 我才说白晓菱 我在说金阳计划呢 司令员 我想让你啊 把我一炉到底 但是咱们得找个借口 知道话 你小子要干什么呀 金阳计划 让我们损失了 这么多的战友 也是他毁了白晓菱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让郝俊杰 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一定要把他给破了 要不然 我就不是撤到宽 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给虞辰露 发一封电报 你疯了你 这个错误 足可以让您把我一炉到底了吧 您好好想想 在整个军分区 只有您知道 我跟虞辰露的关系 而虞辰露又是搞监听的 我发报 他肯定能收到 我就告诉他 我还活着 我没有去一二四师救任 我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虞辰露知道我还活着 会告诉谁 郝俊杰 而郝俊杰知道 我回到了新四军 他肯定会通知他们的卧底 这样 我们就抓住这个环节 一定会有人落头了 这有些向大海落针的 司令员 我跟独立团的战士 是从枪枪暴声中 滚出来的 我们之间 有非常好的信任度 这我知道 卧底干什么来了 搞破坏 刺探情报 只要我和独立团的战士们 是铁板一块 他们就无所作为 他们只能做什么 挑拨 要给他们个借口 我们现在 对卧底毫无线索 只能这么试着来了 那就试一下 我想让白晓菱 派发这个电报 白晓菱 白晓菱发电报 不是 能让鬼子发现吗 森林员 你是不是想 故意暴露 你做 你做 在合适的地点暴露 以最小的代价 来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 我还怕鬼子不肯来呢 你想打他个伏击 对 等我考虑好罚报之后 我会告诉你的 可是 白晓菱也要受到处罚 因为你们是私自发报 懂吗 在这件事上 白晓菱很无辜啊 森林员 我已经想好了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 我想让您把它调走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事情之后 事情之后 我把白晓菱 调到江北军区 我跟江北军区的 王政委说一下 不会影响他的进步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们每迈出一步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呀 为了死去的战友 为了白晓菱 也为了我们这个根据地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是值得的 那要看郝俊杰要什么了 你没有我了解郝俊杰啊 尽管我没见过郝俊杰 但是我们枪来刀去的打过仗 郝俊杰要是动起杀鸡来 那他会 不惜一切代价地除掉对手 郝俊杰也想要我的命 他会派谁来干这件事情 卧底 如果郝俊杰派卧底 是为了操纵独立团 那么你在士兵中 绝对的威信 就成了对他郝俊杰的威信 我会让自己当好这个诱饵的 我会把郝俊杰的人引出来 他想除掉我能用谁啊 只能用他安插的卧底 这就是苦肉计 也许不会像周瑜打黄盖 那一百军棍那么轻松 这要在刀家上走几个来活啊 那我就跟他赌一把 只要他想要我的命 那我就豁出命来 把他的卧底 都给揪出来 可是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回来了 我就要走了 您要走啊 您这一走 这军分区的最高 最高首长那就是张政委啊 可是张政委 根本不了解情况啊 张政委这个人哪 敢作敢当 原则性强 饥饿如仇 您 您什么意思啊 你车道宽 立场要是有问题 有一分动摇 那张政委就会管你 你有两分动摇 他就会抓你 你有三分动摇 怎么着他想毙了我 会 您 您的意思是 让我跟张政委 一起去破这个金阳计划 这件事在金阳计划破掉之前 一定要高度保密 您 您要假系真做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张政委 原则性强的这个特点 让他公事公办 所以受委屈 那是一定的 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先不告诉张政委 你给陈璐姐发报 要是让别人发现 它会不会有危险 于陈璐 她是搞监听的 我们用净水的波长 与波段给她发 她会听到 听到又能怎样 她能给你回吗 回不回的 我无所谓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 我还活着 我逃回来了 你真不惦记她吗 你真不惦记她吗 我真羡慕陈璐姐 我知道她喜欢你 也配得上你 你喜欢她吗 她的精髓 你希望她看得到 她的精髓 她的精髓 你真不强 她 associations 四旅员 四旅员 回来了 辛苦了 来来来 坐下 部队转移安置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完成 在姚家岭方向的T4配置 好 左翼坤跑了 他了解根据地的部分 如果跑到鬼子那边 那就必有一战 我们要主动攻击净水线 不 我们就在根据地内的 以伏击为主 鬼子要来 今天我只是给你们提个醒 你们要做好准备 如果鬼子来了 就给我狠狠地打 不明白 明白 坚决执行命令 我就要到延安去了 张政伟刚来 他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 是 我要求你们 要多帮助张政伟 保卫 巩固好咱们的根据地 并坚决服从张政伟的命令 是 如果有不同意见 必须按照组织程序办 绝对不允许自由主义 是 要关心独立团的同志 独立团始终在我心目中 是 要不允许自由主义 不允许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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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行政委 最后一次给他们发报的内容吗 卧底 对 上级的命令 我是肯定会执行的 其实你不用征讯我的意见 你还记得行政委 最后一次给他们发报的内容吗 还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了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这个命令是方司令员下的 你就一口咬定 是我让你发的这份电报 为什么 全都是为了查出卧底 这封电报发出去以后 我们肯定会受到处分的 你愿意吗 你肯定会在外面 心意吗 我们做到处理 我们做到处理 可以加热 好 好了 都 went 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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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你的事 他都知道 他很钦佩 他很钦佩 老师啊 西四军的主力 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 是霍将军送来的消息 西四军的电文 我们也截获了 你猜猜怎么回事 猜不出来 是那个车道宽 发给陈露的 说什么了 就是问 陈露的近况 重庆方面 也从陈露那里 确认了密码 陈露回电了 回来 你看 有这么两句话 我但愿 你在我的电台旁 绑上两颗 手榴弹 手榴弹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不明白 不说他了 发报的地点 是在基金岭的峡谷里 在这儿 就这个位置 用的是美国最新式的测向仪 误差不超过三百米 这是当年日本人为隋传方绘制的底图 对 司令去过没有 很惭愧 我去过 基金岭根本没有什么金子 只有山 喝沟 这个季节呀 这个地方啊 就是兵法所说的死地 护三部长 请进 哎呀 让您请客 这怎么好意思呢 坐坐 坐 坐坐 合适 来来来 坐坐 你先坐 我先出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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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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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看你好好看看 好伯伯 好伯伯 这里是龙潭虎穴太危险了 好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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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了 瘦了 羽困无能啊 让 让您冒这么大的风险 走 坐下 我是满城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香菜 所以就在这里啊 这个随便做了两个 让你对付对付 伯伯 您不该来的 这太危险了 嗯 我要来 我要来看看你 另外呢 长话断说 我还想对你表达三个意思 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啊 就是想告诉你啊 你不管伸出多么危险的境地 你不是孤立的 我 全战区 都是你的后队 第二 今天我就想亲眼看着你吃一顿饭 你的父兄 都是我喜爱的不孝 你就如同我的孩子 今天这顿饭你要吃得香 吃得高兴 我才会感到幸违 我左家父子三人 都愿意为郝将军赴汤蹈火 第三个呢 就是想问一问你 听说车道款在三十一团的声望很高啊 是 三十一团上上下下都挺大的 就是他死守净水 把我们军官组都给拼没了 这小子命太大了 补他一枪他都没死 没关系 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关系 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们军人 自有军人的天职 不管是胜利失败 死亡生存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信仰 师父 郝俊杰冒着巨大的风险到敌战去 就是为了一身作则 他要让左玉坤重整精神 同时 他要送给左玉坤一份功劳 让他收到日军和汪尾的信任 以便左玉坤最终能顺理成章地 这也是金阳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 何分 この地形 ですから 弾薬を運ぶのに ロバが必要かとは存じます ロバは問題ではないが 何せこの地形が心配だですから何よりもまず川岸を抑えることが慣用なのですそこからの攻撃で全周囲のあらゆる疑わしい目標を掌握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弁当が来たぞひとまず休憩しよう私も腹が減ったほう 同志們 現在宣布 处分決定 独立团原团長車道寬 致部隊的安全於不顧 私自啟用電台 發送個人訊息 為申明軍記 警組織決定 得於車道寬 降級處分 命令車道寬 調獨立团 去當火服 如果 因為這次發報 給根據地 帶來實際性的危害 必將予以更加嚴肅的處理 發報員 白曉玲未得命令 擅自發報 著期 停止發報工作 調江北軍軍學習 此令 司令員方趙武 政委張成良 車道寬 到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我無話可說 堅決執行 組織決定 小林 你呢 統治吧 我們是部隊 我們要有組織紀律性 在跟國外的理查 所謂是 罚报这件事 不能把放射李源扯进来 我走了 不管祖师怎么处理我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没我你差点死了 这次 又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是我情愿的 我现在保护不了你 只有你离开这儿你才安全 我才放心 我不要安全 我不要安全 我知道我们俩没有结果 可是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听着 从现在开始 有我撤到宽载 我不会再让你上战场 我要你活下来 你要再抱我一下吗 我还是要在哪里 我可以再让你 我一个月的许多 我不是这样 我会把你拥有 我不是这样 我会有事 你不再爱你 你不要再让你来 我把你拥有 我不是这样 我会不认识 你不想你 我没有 你不想你 我不是这样 小老冠 你是犯了严重错误 你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才能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到了地方 只许埋到虎干 不许乱说乱动 我跟你说话呢 你看什么呀 不许多人希望 走 你看谁回头的事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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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到团现在犯了严重的问题 他不是团长是火夫 你们应该和他划清界限 不要受了影响 小老冠 立刻到虎方圈 让开走 你干什么 胡说什么呢 你敢说我们团长坏话 划清界限 什么叫划清界限 你再走一遍 你再走一遍 住手 走住手 把枪放下 放下枪 如果你们还认我是团长的话 就要听我的命令 我现在命令你们 立刻返回训练场训练 晚上 我给大家伙 做饭 走 团长 什么是弄到火夫啊 什么是弄到火夫啊